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30日 下午的4点30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越秀区 这条路叫做黄氏东路 这条路的话 是广州越秀区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吧 因为这路上有着很多一些比较重要的场所 例如前方就有着广东电视台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啊 还挺多人的 有种厨艺料 不知道是不是这次已经下班了 但是没这么早吧 现在才4点半而已 这个就是广东电视台了 就是广东广电 不过广东广电在全国来说不怎么出名 虽然广东的经济排在全国第一 但是娱乐却在全国不出名 黑人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有着很多一些外国人 主要也是因为这里的很多一些场所决定的吧 除了在这里是广东电视台之外 在下方的不远处 在下方的不远处 就是广州的小北了 小北是有很多黑人的 这条路叫做镇射大马路 先过一下马路 我带大家一起逛去广州小北吧 带大家看一下那里的黑人 怎样多不多 说实话 我不喜欢拍这些街景吧 因为这些街景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现代元素 全个各地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点特色 太普通了 很多人都抗议了 都谢谢高楼大厦 也没什么好看的 看多了也就那样 但是如果我去拍一些老城区的话 很多人就骂我 说我黑广州什么的 我挺无语的吧 介绍一下广州的老城区 怎么就黑广州了 非要我介绍一些高楼大厦 他才开心 这么喜欢高楼大厦吗 高楼大厦看多了也就那样 是挺繁华的 再繁华又如何呢 你又买不起这里的房 这里的房一个平方去到了10万块 你买得起吗 像我在这里买得起房 我就挺开心的 我就天天拍一些高楼大厦 但是有什么用 别说是我啊 很多人都买不起这里的房 别说这些高档的住宅楼吧 就做钱翻的一些老小区 别很多人买不起这里的房 所以说我每次看到一些比较繁华 比较高楼大厦的地方啊 我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一种不好的情绪 我就会反问即使 为什么别人可以住在 这么繁华的地段 而我却不能 难道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吗 其实的话这跟努力不努力 没有半毛钱官司 虽然有官司 但是官司不大 我们都说 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而有些人奋斗一生 都到达不了罗马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了 所以说我力量去拍一些老城区 因为老城区 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 因为老城区 经过树叶的沉淀 他积累了很多一些 好看 好玩 新奇古怪的东西 这十分有烟火味的 这十分接地气的 我们都说 人间烟火 对付烦人心 所以说我相信有些人 跟我一样 都不喜欢看这些高楼大厦吧 这些现代化的道路 看多了 也就那样 全个各地都一样 太普通了 还有可以看到这里啊 挺多外国人的 看前方这家店里面 看到没有 只有外国人 这家店是 可以 沙威马大师 是做烧烤的吧 在这里的话 随处可以看到外国人 跟黑人 因为这一带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社区 先过一下马路 看到没有 随处可以看到外国人 不过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有白人有黑人 我觉得白人大部分都是从事一些 写系楼的吧 而黑人的话 大部分就是做贸易的 哇 先赶车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先赶的牌照 因为在今年放开了 可以赶车北上 所以现在在广州的路上啊 是可以看到很多一些 赶牌车辆 看前方 又是外国人 同时可以看到这里的三铺啊 招牌都是标准双鱼的 就可想而知 这里聚集了多少一些外国人 现在路上还挺少黑人的 因为黑人一般都是网上出没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白天来的时候 很少看到黑人 但是等到我晚上来的时候 路上就挺多黑人的 好了 有你西山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太好了 因为小田复 我们下集完 看 你们下集完